大家好 我是五仔 今天和大家洗滴一下心靈 喜歡就給個like 又可以加入我的PlaceOn 可以有一個很方便的廣播 最快就聽到我的影片 因為在Youtube就要排程 PlaceOn那邊就一早上架了 先倒為快 不用等 而且就無事會阻截到你的 還有一個VIP 今天和大家研究一個相當哲學的問題 很多人都會問這個問題 除了很多人問之外 很多宗教都會研究 就是生命的意義 有人說生命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都來這個世界走一圈 很多人尤其是不開心的時候 轉到牛角尖就會說這個 究竟我們生命有什麼意義 其實生命的意義 人生的意義 在生活和存在的意義是有關的 在很多的問題 都需要用一個哲學去解答 這個是相當複雜 我想如果大家讀哲學的話 這個是其中一個很重大的課題 本身沒有動物問這個問題 但是人 演化成智人 有智慧的人類 就會經常問這個問題 究竟是什麼呢 生命的真體是什麼呢 什麼是生命呢 我為何在這裏呢 就算在中國的長江 長江 長江 黃河流域 這些歷史上 在哲學 科學 形相學 神學 當中 都有不同的思考方向 不知道你信什麼教 信教其實他已經說了意義給你聽 基督教 他說 享受神的愛 人與人之間的愛 就是他的意義 享受上帝創造世界萬物的美好 也是人生存的意義 生命活出上帝的形象和飾養 實現上帝在每一個人生命中的美好計劃 這個就是基督教告訴你的意義 佛教的意義 其實都是很多的 其實每一個都很不同 裡面說到一個叫四聖替 虎集滅道 人的出生就要受苦 他們說到有八個苦 虎集滅道四聖替那裡已經是相當複雜 解釋人為何會在這裏 集 集了一些不好的東西 你們要受一個不好的因果 所以苦應該知道人是有苦的 集應該斷 斷了這些集氣 滅要正 這個叫正裂盆 要證實離開六道 最後就是道要收 收到就可以正裂盆 這樣 道教的解脫生死的流轉 就是人生的意義 除煩惱 另外道教也很複雜 又說到精氣神 三者共一體 知所謂生命 他們追求長生往世 神形俱妙而成仙 這些就是道家的說法 即是要修煉成神仙 人只不過是一個修煉的過體 這樣 伊斯蘭教方面也有說 認為宇宙萬物的來源是由真主創造的 人類的生命源於真主 真主做人不是隨便做 真主創造人的目的就是要人崇拜他 真主不求人類供養 很多不同的學說 孟子儒家各樣都有流行的說法 但我今天看到一篇 我今天跟大家講佛經 未必講太多 就是一個 叫做哲學 哲學 用哲學去解釋 究竟生命的意義是甚麼 每一個人 大概都有這個問題 每個人一生之中 總是會有這個瞬間 就會問這個問題 這是一個無底的深淵 對一個沒有宗教的人來說 這個問題特別苛刻 好像剛才我說過 四個宗教都有四個意義的範疇 給你去跟 如果我無神論 那怎麼辦 但是人很有趣 人本身 如果你相信自己是大自然的生命體 你不能不相信 這是地球的展現 人類的生命 我想天地萬物也是 只有人會問這個問題 豬會不會問自己 蟻會不會問這個問題 從來人都不會問 颱風和地震有甚麼意義 如果生命的出現 是屬於自然的現象 那為何你又要問生命的意義呢 其實 是否跟天災是一模一樣的呢 他的意義基本上是一廂情願 如果你是相信這個世界有上帝的話 那天災就會是一個punish 如果你相信佛的話 這些就是業力的聚集 形成這些天災 那如果是這樣 你沒有宗教又怎樣呢 那究竟你口中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要理解生命的意義呢 就要先理解我們追尋 為何要追尋意義 為何要找這個意義 那 沒有意義的生命是怎樣呢 意義這個字眼 他那個特性是什麼呢 其實意義你可以解作意圖 必須有人的意圖 才能夠賦予某件物件的意義 那這個佛教講一點點 就是說 好像一個額這樣 你對著一個沒飯吃的人來看 這隻額是垃圾來的 無論它是甚麼卡地亞 多少百萬這隻額是垃圾來的 但是那個人要拿來貪污虛榮 這隻額大上來的身拿來威 那他未有個意義 那這個意義其實跟每個人都不同的 是一個人賦予他一個意義在裡面的 那一個意義其實就有一個叫做 賦予意義者在裡面的 一般人最容易想到的意義就是來自意圖 正等於你去送一個禮物給一個曖昧的對象的時候 你的意圖是什麼呢 你的意圖就是想他喜歡你 那這個禮物的意義就是我想得到他的愛 這就是這件物件的意義 好 那到好像一隻狗對著你搖尾巴 那他有甚麼意義呢 那個意義就是他想得到你的愛 那他就對著你搖尾 表示他的開心 那你知道甚麼叫意圖了 那這個意義就是來自一個賦予意義者的意圖 那這個賦予意義者呢 甚至不一定是人 只要具備意識 就可以做到這個意義的了 有些東西真的沒有意義的 你沒有以為甚麼都有意義的 譬如有個人睡著覺 突然間轉身踢一腳 踢到他老婆 那他那一腳有甚麼意義呢 那一腳是沒有意義的 除非你假設他是假裝睡覺 那一腳是傷害他老婆 然後騙過保險金 那意義就是這樣 那如果不是的話 他那一腳是可以是沒有意義的 那如果你相信動物有意識 那他搖尾 或者牠豎起毛 即是好像有些人說 那些貓生氣啊 怕啊 又說那條尾跌起 那些毛又會向上豎起 那這些就是意義了 那你就要想起 那意圖是甚麼 和意義是有關的 好 那如果你問到這個意圖 其實你問很多事情 譬如你上學的意義是怎樣 那當然有人回答 有些人就說增長知識 有些人就說是 就是學多些東西 那你想表達目的是甚麼呢 他說但是工具性的探問 其實仍然是假設意圖 和賦予意義者 那除非一個人相信目的論 他有甚麼目的 即那個目的是甚麼 那譬如你的生命 你生命的目的是甚麼呢 那你就找到了 生命的意義 就等於生命的目的 那你理解一下 人其實就不會問天災的意義 因為呢 人是不相信天災是源自於任何賦予意義者的意圖 除非你相信有神 如果假設這一個是自然現象 只是冷縮熱漲 空氣 熱空氣向上升 冷空氣向下降 形成那些怎樣流 怎樣流 颱風這樣形成 那 就沒有意義的 他本身天災 除非你相信上帝 龍捲風叫上帝的手指 他去過每一個地方 判斷人 可能你會這樣想 對 除非你相信神 否則 他的自然現象 根本上是沒有意義可言 同樣 生命也可以沒有意義 但你的信念在哪裏呢 就繼續研究下去了 喏 答案呢 原來生命本質 是沒有意義的 本質 在講的本質 即是每個人都會 即是你在這個世界都會出生 又會過生 這個中間的意義 本身是沒有的 但他賦予什麼呢 就是你本身有一個意識 你有意識 每個人都有意識 你的意識 給意義下去 喏 有一個很好的例子 這裏就可以解釋 吳仔 聽到這裏我還是不太明白 喏 好像 在一棵樹下 掉了一枝樹枝下來 他本身是沒有意義的 不過 有一個人走過 一個阿伯走過 經過大樹的旁邊 看到這枝樹枝 他將這枝樹枝變成一枝拐槳 這枝樹枝就變成他 繼續去旅程的工具 這就是樹枝的意義 不過那個意義不是樹枝給自己 是阿伯給那個樹枝 當他變成拐槳 正等於我 吳仔 我在問自己 我的意義在哪裏 我說這些意義在哪裏 其實是你給我的 正等於有些人覺得 吳仔 你說廢話 說廢話 有些人覺得 不是吳仔說些話 可以開啟到我的大哥 令我明白世界更加多 有些人會覺得 聽你說話都幾輕鬆 這就是你對我有什麼意義 在這個故事上面 在一個沒有存在意義的樹枝 因為一個阿伯改變了他的目的性 就賦予了他的意義 就算我們知道這枝樹枝本身是沒有終極的意義 但是在他那個阿伯的旅途結束之前 他有一個短暫的意義 這個意義是沒有受到意識的局限性 他是受到意識的局限性 這個樹枝的意義不可能是一個普世的真理 因為郭阿伯對他來說就有意義 不過郭阿伯如果消失了 這枝樹枝其實對其他的農夫或者商人 都可以是 什麼呢 不是一枝樹枝 甚至是一枝廢柴 所以每個人看他都不同 這是別人加上去的意義 亦都是說一個事物的意義 是由意識所裁定 可以因爲不同的意識者 有多重的意義 正如剛才大家 用不同的目光去看五仔 每個人有不同的目光去看你 一樣有多重的意義 或者對特定的意識 具有特定的意義都不定 但是這些意義都是局限性 所以他就算完了 就會失去了意義 即是那個阿伯不再用他 那個阿伯或者已經走了 就算他多麼愛護那枝樹枝 當他走了他都沒有了意義 有句詩叫做天下無心愛之物 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 於我心亦何相關 這就是唯心論主義王陽明所說的 如果一朵花在一個空谷中自開自落 不曾被人目睹和認知 這朵花的存在又有沒有意義 即是他自開自落 唯物主義者可以一口咬定 這朵花是存在的 問題最述就是已經假設這朵花的存在 所以問題其實是這朵花的存在有沒有意義 一朵花無人知曉的花自開自落 他的存在和不存在其實不是一樣 所以說到沒有曝光的機會是不好的 所以那些人經常說生存有什麼意義 即是代表人和死物都一樣 你放在這朵花你當是生命植物 沒有意識叫做無情眾生 都是一樣的 他多漂亮也好 他在深山裡 他不被人發掘 沒有人會欣賞到他的靈 他自開自落 人都是一樣 為什麼說人都是一個群居的動物 生物 你自己在這裏摺 當然你可以自得其樂 但是當你問到那個問題的時候 我後面就會解釋 你就會明白到 什麼叫做人生的意義 好 講到意識 就賦予意義者 是產生意義必要的條件 一朵花 這朵花本身是沒有意識的 這朵花不曾存在過 其實是相等的 即是他有和沒有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只不過是他要被人見到 他才會說這朵花很漂亮 那回到問題的核心 生命有沒有意義呢 這個問題呢 就可以是個人的生命 或者是人類存在的意義 很多的哲學家就說 第一個問題 比第二個問題 其實很簡單 簡單得多 先從難那個入手 人類的存在 我們對意義的分析 顯示了為什麼信仰對賦予生命意義這麼重要 這個第一部分已經說過了 你有信仰的話 你簡單很多 你的人生 你信就可以了 他這樣說 對 又好像不是很錯 對 這個世界上帝創造這麼多好的東西給我們 你走得不順 因為我做不夠好事 所以我就去做多些好事 其實這個都叫正向 所以信仰有分正教和邪教之分 正教就是你沒有理 那樣東西有沒有道理 他沒有點理 但是他叫你做多些好事 他沒有點理 對世界好一點 這些為之正教 因為這個宗教裡面的神 就是人類存在的見證者和意識者 他給了你一個意義 他給了很多意義 一個永恆的意識者 就確保了人類存在永恆的意義 神是永遠的 他永遠的造物者 這個宗教對人類的重要 很多人不懂得去 好像我們那樣去沉根究底 究竟意義在哪裡 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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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 有一天他信了基督 基督告訴他 帶引他一個方向 這次行不行了 人就不會再去失去一個方向 有人指他的名路給他 他就不用想那麼多無謂的東西 對於不信神的人來說 人類存在的意義 是受到局限的 我們可以去分析歷史 記載所有人的存在 但如果人類滅絕之後 沒有了意識 去認知我們的存在 人類的存在 本身就沒有可能被賦予任何意義 生命終極性就變得沒有意義 除非你信神 否則人類的文明存在 似乎就變得沒有目的 只是一代傳一代 一代傳一代 究竟他的意義是什麼呢 直到星球的壽命終結之時 沒有人會記得 這班人存在過 但缺乏終極意義的事 可以是局部性的 在短暫的時間裡 生命就叫做曾經有過意義 曾經有過的 究竟他的終極意義是什麼呢 可能沒有答案 不過他曾經有過意義 既然人的存在 本身說到好像沒有意義 那怎樣呢 那你個人的生命有沒有意義呢 只要你不追求永恆和客觀的意義 就和這個樹枝 給老伯 後天被人拿了一樣 你的生命其實是絕對有意義的 雖然個人的生命 不能夠是有一個終極的意義 短暫的意義是絕對有可能的 這個意義是什麼呢 首先就要問一下 誰賦予你這個意義 即那個賦予意識者是哪一個 可能你在媽媽的心目中 你就有個意義了 即是在你相關的人上面 即是你的親人 你的朋友 你認識你的人 即是好像我的聽眾 就有意義了 你們在我心目中都有意義 給個like也很有意義 這個就是意義了 還有你的存在能夠達到 什麼目的和影響力 記住 目的和影響力 所以最近有人問我 五仔你其實有什麼目標 我問我 我說沒有什麼目標 但我也有目標 我想想想想 其實我已經沒有目標 但我的目標就是維持著 令到OK仔和希哥有一個穩定的生活 加上我 也有一個穩定的生活 其實就是我的目的了 這個就是我工作的意義了 是的 我的影響力是什麼呢 可能是沒有影響力的 不過幫到一些想 躺在這裏 舒舒服服 聽一下一些 有些不同的智慧 在學校學不到的東西 這個就是我想表達的東西 如果你要求不高的 譬如 在一家7仔打工的 你的生命 對你的老闆而言 都是有意義的 你維持著一間店舖的運作 你幫他賺錢 你想一下 這個就是你的意義了 但是 這個不是一個什麼心靈雞湯的答案 這個只是一個人的 人家賦予給你的意義 雖然 令到個人的生命有意義 其實很簡單 打工就可以了 真的 開車也有意義 帶人去一個目的地 這樣 可以的 為什麼不可以 上班有你的意義 在家庭維持著一個和睦 都是一個意義 困難就是延長的意義 和時效性 和普遍性 你想一下 你今天在打工之餘 可以這樣的 譬如你是一個 剛才說到 在七仔做打工的人 在公餘的時間 譬如你去寫blog 或者你拍YouTube片 或者你寫小說 寫一些東西出來 改變了另外一些人的思想 或者是往後人類的歷史 突然間你生命的意義 是不是增長了 代表其實你的意義 是你的輸出 如果你不輸出 你沒有意義的 這個就是人 要找意義的時候 本身你定在這裡 可以是 花開花落 是無情的 整件事 但是你當你輸出 即是對世界有報師 或者是你去工作 去服務眾生的時候 你那個生命的意義 的時間性和普遍性 就延長了 是你工作以外的意義 你的生命的意義 就不再被局限 在那個7仔店員 給老闆的局限 而你延伸到你的作品 你的YouTube片 你的任何 你的blog 總之你的輸出 不再是局限了 在那個工作上 當然你不可能 成為一個偉大的歷史偉人 我想大家都應該沒有 可能就是萬宗無一 有一個有 那 雖然是這樣 但你都起碼不會想 變成一朵 在深山裡面的花 自開自謝 真的沒有意義 其實 沒有意義 你看不到 那是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 其實你要明白一件事 你本身 是具備一個產生意義的條件 那個是你的心意識 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 你的意識 意識到你自己的存在 然後你就問 我想完成什麼目標 而你生命 能夠怎樣完成這個目標 這個意義 從中自己給自己 一旦有了目標 你的行為有了方向 有了意義 你就成為了自己賦予意義的存在 和見證人 所以那些人經常問 其實人生有什麼意義 可能你會很奇怪 為何你問這個問題 為何沒有意義 我每天上班要養父母 我要孝順我爺 媽媽 對他好些 這個就是意義 有些人沒有意義 為何他會這樣問 我們稍後會再講得深入一點 他說 開拓自己生命的意義 時候性和普遍性 你不一定要令自己成為偉人 但你需要被其他人都意識到你的存在 是的 就算你可以做無名事去捐錢去幫人 但起碼那些人都知道 哎呀我有飯吃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陳展鵬那部電視劇集 他去買碗粥之後 就放下了那個額給那個婆婆 那個婆婆呢 就不是多謝他的 他沒有去 他沒有去認到自己去做這件事 在那些壞人拿回帳額 然後給了那個婆婆 那個婆婆不是說 哎呀多謝佛祖 多謝神 這樣 上帝顯靈 他以為是那個神給他的 那麼他的意義 雖然他不需要出來去 說是我做的阿婆 那麼他不需要做這件事 但是他的生命 都有那個產生到這個意義 那麼他說 這個很正面的 你可以選擇 善待你家人的朋友 你的工作夥伴 成為他們生命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你就給此存在了見證人 還有賦予意義者 所以經常都說 人一離群 就是會不開心 因為他很難去創造這個意義 那麼當然 合群的時候 都未必開心 因為有些人 是會踐踏你的意義 可能是覺得說是說非 不好 不開心 這樣 不過不要緊 他上面的前提 就是你要付出一些正向的能量 這樣 他說生命 意義彷彿 存在是一個核心的問題 但是實際上 試圖去回答這個問題之外 更簡單的方法 就是消滅這個問題 不要想這個問題 是什麼意思呢 這裡厲害了 他說 你想想 你和你的朋友一起去旅行 這個是你這輩子最快樂的事 做過最快樂的事 你會不會在旅程當中不斷問 其實這個旅行有什麼意義呢 其實如果你和你的朋友很開心旅行的時候 很快樂 你不會問這個旅程當中有什麼意義 就是說 這個可能根本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算這個旅行本身沒有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你很享受當中的過程 同樣地 假設有一群很討厭的人 在你的旅行裡面 當中那個途中你飽受折磨 而你意識到 你要容忍這些折磨 也你想 那我這次這個旅行被你搞窩了 還有什麼意義呢 我還繼續不繼續下去呢 原來 當人去問人生究竟有什麼意義的時候 就代表 你是接受到一些痛苦的感覺 你就在尋找當中的意義了 在開心的時候 沒有人需要用這個意義去說服你 究竟我這次旅行有什麼意義呢 它可以是沒有意義的 Enjoy 開心 一起見一些新的東西 嘻哈 說笑 沒有意義的 大家吹嘴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的 人往往在最脆弱的時候 他就找這個意義了 所以為什麼人在脆弱的時候 就會去信教 因為上帝也好 佛教也好 道教也好 什麼教也好 他已經給了你一個意義 你跟他 當然 剛才我說了很大段 接近三十分鐘的東西 你會不會有一個反思去想人生的意義 你解不解答到這個答案 原來歸根究底就是你不開心 在最脆弱的時候 因為你人活得好好的的時候 你不會經常問 做什麼 我家庭美滿 我有什麼意義 我和我老婆這麼恩愛 有什麼意義 我上學上班 步步高升 我的成績這麼好 有什麼意義 沒有的 你會在你上學很悶的時候 你讀不知什麼的時候 你會問 我為什麼要上學 因為你讀的科目 你不喜歡 你就在問 究竟 讀書有什麼意義 當你工作步步高升 或者說工作很快樂 你覺得自己在幫人 工作很有意義的時候 你不會問 我是不是要繼續 持續我做這份我不喜歡的工作 為什麼我要容忍這個我不喜歡的人 因為你不開心 所以你就尋那個意義 所以呢 生命的意義是什麼呢 其實個人生命沒有終極的意義 但是這個沒有意義的漫長旅程當中 它是有很多短暫的意義的 面對生命的意義 你可能是用信仰去回答 你可以好像我剛才說完一大輪 原來是這樣的 又或者你可以用一個嘲笑嘲弄的方式去回應這個問題 但是歸根究底 其實你是在找什麼呢 就是尋找你的快樂 以及找你的付出 所以經常都說 人最重要是做一些事情 做完之後你自己開心 如果你做完之後你不開心 你就會問為什麼 為什麼我還在做這些事情 就是這樣 那些人說 你經常說會不會很累 為什麼繼續做下去 因為我開心 對呀 就是這麼簡單 就回答了你 有些人經常問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為什麼還要繼續下去 就是你不開心 那你不開心的時候 剛才有很多答案給到你 就是 要去跟其他人有一個聯繫 成為他們 跟你一起開心 當然我明白 這個世界很多人 在關係上面 不是一朝一夕的 不是一朝一夕的 或者在那裡 盡量去和諧去處理 然後去再把自己 延伸自己的意義 譬如你聽完這篇 之後你覺得 嘩 好像開啟到某些東西 你試試寫它下來 或者你跟朋友 吹水 說回我剛才說過 令你開竅的東西 我經常都說 其實你可以 把那件事說出來 給別人聽 代表你真的懂那件事 你聽了你未必真的懂 可能你今次會更加明白 為何這個世界會有這麼多宗教 原來宗教 不是因為它滿天神佛簡單 它不是因為滿天神佛很複雜 而你相信宗教 不是它有什麼神奇的魔力 只不過是它太簡單 把那些設定給你 當然了 靖教有它靖教的好處 我覺得這個世界是必須要有宗教 因為不是這麼多人都會用這麼多時間去研究 人生的意義 究竟是什麼 那很多謝你們聽了30分鐘 我希望幫到你找到你的意義 我也找到了 那很多謝你聽了30分鐘 那我們下次再聊 拜拜